大家好,我是数码记者王韵诗 你喜欢吃海胆吗? 虽然说海胆普遍存在于日式料理当中 但是其实它的出产地遍布世界各地 而且随着海域的不同 吃起来味道也千变万化 那本地就有一家专门售卖海胆料理的专卖店 想知道它在哪里吗? 一起走吧! 海胆爱好者有福啦 本地唯一一家海胆专卖餐馆Uni Gallery 推出各式各样的海胆料理 让食客在一间餐馆里面吃到来自世界各地 各种烹调手法制作的海胆 要一次过体验这么多种的海胆 最好的选择就是点一道海胆拼盘 记者选择了马粪海胆 一共有马粪海胆Bafu Uni 白海胆Shiro Uni 盐水海胆Untsui Uni 紫海胆次生Uni Karatsuki 以及腌制的海胆Unishuto 其中我比较偏爱马粪海胆Bafu Uni 虽然说次生使用的紫海胆 Murasaki Uni品种较高级 口感也较细致嫩滑 但是马粪海胆味道吃起来更甜 也更香醇 味道也能遗留在口腔中较长时间 不过呀 海胆的种类和选择可是会随着季节改变 不一定能吃得到哦 师傅说一切取决于季节以及当日的存量 对于涛客来说 必定不能错过店内招牌之一的海胆鲜蚝 来自加拿大的红海胆偏甜 搭配鲜蚝 上面再铺满满满的三文鱼卵 只需一口就能品尝到海鲜交织而成的三重皱滋味 难怪被食客誉为十秒的甘米美味 这看似高级的高脚杯里装的不是红酒 而是北海道雪蟹肉 搭配加拿大红海胆 以及鲜鱼鱼子酱 雪蟹丝的甘甜清香 搭配偏甜且绵密的加拿大海胆 真是绝配 不习惯食用海胆的人 记者推荐或许可以先从海胆海鲜饭开始尝试 因为其实海胆味道偏重 记者认为配饭刚刚好 再加上爆浆鱼子酱 鸡蛋丝 酥脆的干鱼仔 酸甜的腌汁姜片等配料 为软绵的海胆 增添了较多层次的口感和口味 冰冻海胆是北海道土族爱努人 从几千年前就流传下来的吃法 以前没有冰箱 所以人们只好把捕获的海产 埋在雪下保鲜 演变成如今这道海胆佳肴 先在海胆中加入酱油和昆布去腌汁 并且一起冰冻起来 冰冻后的海胆味道更浓郁 吃起来口感尽是牛油 不妨切一块放入口中 让它慢慢的融化 才能尝出冰冻海胆 与融化之后的不同味道 对海胆感兴趣的人 不妨前来试一试吧